杰西斯坦恩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一散户 它曾经用4.6万美元经过28个月的操作 收获了680万美元 整整147倍的收益 也就是1000元的投资 在杰西斯坦恩的操作之下 28个月的时间将会变成是4.7万元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些关于如何从股市中 获得稳定收益的信息 杰西斯坦恩的这本 100倍超级强势股将会是你不容错过的选择 那这个视频咱们就一起来看看 杰西斯坦恩是如何做到如此出色的长期待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小伙伴们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用动画的形式 分享日常生活中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 会聊一些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也会介绍投资理财的常识 和简单易行的启动方案和坚持的技巧 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小伙伴都能做自己的投资经理 对以上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订阅小铃铛 关注我的频道 杰西所经历的跟像你我这样的散户所经历的都是一样的 听消息 看图表 研究指标 花钱去买研究报告等等 但这些都没有能够让他真正的赚到钱 反倒是后来他自己经过不懈的努力 总结出找到股票最有爆发力的那一段 不断复制才能取得如此令人叹腐的战绩 在这本书当中 杰西分享了他通过实战总结出来的策略 这个策略融合了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 那这种方法也是我自己现在做交易时会用到的 早期的时候呢 杰西买了诸如可口可乐呀 达美航空啊 和耐克这些热门的股票 但是回报非常可怜 他很快就发现 有着超级表现的那些股票啊 往往是在陌生的股票当中所产生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是怎么找到那些百倍超级强势股的吧 杰西的第一笔投资来自朋友的推荐 是一家等待FDA批准的生物技术公司 朋友说一旦这家公司的产品获得批准 股价就会从20美分上涨到15美元 那可是7500%的回报呀 于是杰西开设了他的第一个经济账户 并往账户当中存入了2000块钱 几个月过去了 股票持续走低 直到有消息传出 FDA拒绝了这个药物 杰西的2000元随着他的财富梦想而付诸东流 这段内容我自己读起来呀 颇有亲切感 我的股票账户也是在这种长城之下开设的 两年后 杰西在一家小型技术公司实习 不久之后通过他同事的建议 用他父亲借给他的3000美元进行投资 再一次他投资的股票下跌 直到变得毫无价值 又一次投资失败 1998年杰西回到亚特兰大 在此期间 股市大涨成为许多人谈论的焦点 此时杰西的注意力转向了日间交易 他将1万美元存入 然后开始交易美国在线 亚马逊和以贝等知名的品牌 这个时候啊 杰西已经开始使用杠杆了 而金融危机来袭 许多科技股的价值在短时间内 再次下跌了70% 杰西再一次失去了所有积蓄 以及他日间交易生涯 他离开市场三年 再也没有投资 继续他的求学生涯 杰西于2001年 攻读商科硕士学位 幸运的是 他的健康状况 在几个月后出现了问题 之所以说是幸运 是因为他将这一挫折 变成了未来成功的基础 他做了一些 与他的病情初步诊断 相关的深入研究 这让他找到了一家 名为Eland的公司 经过彻底的基本面分析 他认为这个公司的价值 可能高达5亿美元 比当前的估值高出了160倍 他指出几个月前的股票 要高得多 并且相信这只股票 可以再次达到原先的高度 在他的分析中还补充说道 他看到首席执行官提出 他们将会在公开市场 买入价值几十万的公司股票 杰西设法找到了24000美元 并在10月份 以每股1块2毛5的价格 全部用于Eland的交易 接下来的10周里 股票飙升到了9美元 杰西的投资变成了16.5万元 不久之后 坏消息袭击了这家公司 而杰西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 用了杠杆 几天之内 他的投资就回到了36000美元 这样杰西痛苦不堪 但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 股价上涨到了30美元 这可真是一段 跌宕起伏的教育旅程啊 到目前为止 咱们已经看到 一个高风险的药物提示出错 损失了2000美元 一家科技公司的建议 损失了3000美元 经过一些研究 一项过山车交易 最终以14000美元的利润高中 在这些经历当中啊 杰西阅读了眼光下的每一本投资书籍 研究了技术分析 基本面分析 并将它们结合起来 制定了自己独特的策略 他的目标是成为最好的投资者 在杰西用他精心调整的策略搜索图表时 他遇到了一家 名为TRM的公司 他注意到了一个特定的图表模式 他称之为阶梯 这是一个很快会改变他生活的图表模式 价格在几个月内巩固了25美分 形成了价格基础 然后飙升至了75美分 并稳定了几周 之后就一直不停地上涨至4美元 同样吸引人的是 几乎每个公司高管都会在整个上涨过程当中 购买股票 尽管价格不断地上涨 杰西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价格上涨到了5美元 他信心倍增 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 价格飙升至27美元 在杠杆的帮助之下 杰西的起始账户 46,000美元升到了80万美元 很明显 杰西的坚持和深入的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回报 然而在去拉斯维加斯的旅行期间 股价承受了巨大的抛售 并且在一天之内被杠杆放大 他的账户也跌到了15万美元 杰西相信他找到了改变他生活的策略 两个月之后 他虔诚地遵循了这一策略 杰西的账户增长到了惊人的26.7万美元 又是两个月时间 同样的策略 账户进一步增长到了58.6万美元 直到2006年1月达到了680万美元 咱们很快将会了解这些交易的细节 但首先咱们一起来看看2008年的崩盘 这会儿杰西的银行账户里有680万美元 杰西有理由感到非常自信 当他看到2007年底到2008年市场下滑时 他同时也看到了进一步增加账户金额的机会 并注意到市场已经超慢 应该会迅速反弹 为了充分利益这一机会 杰西决定大规模使用杠杆 他的愿望是将他的账户增长到难以想象的比例 他开始在标普500指数上进行大量交易 并且深信 反弹 迫在眉睫 但市场有其他的想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许多专家都感到惊讶 不仅市场没有恢复反倒巨幅下跌 杰西在几天之内就损失了超过500万美元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的账户价值下降到了大约170万美元 他说我在杠杆上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 杠杆过高使用期权不设止损 很明显杰西忽略了他最初的策略 那个让他的账户达到680万美元的策略 下面就是经历过惨痛教训所获得的秘诀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秘诀图表事例和交易 杰西采用的策略是他在28个月内获得了680万 这是从一家名为动态材料的公司所开始的 杰西在交易之前先查看了图表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多头阵营聚集了数周 并且在这里突破 与前几周相比成交量很高 价格上涨到30周移动平均线之上 而每股价格也小于15美元 这是杰西根据基本面分析为超级股票所设定的门槛 适应率是10 收益正在增加 债务较低 内部购买明显 杰西以4.45美金的价格进入了交易 他认为这是一个低风险的切入点 因为价格开始盘整 而成交量也枯竭 杰西在这里卖出 8周内上涨了500% 之所以卖出 是因为他发现价格与30周移动平均线的距离太远了 这是一只经典的超级股票 另一家名为福特工业的公司 通过了杰西的超级股票标准 它的手机销量同比增长了100% 年收入和净收入也同比增长了近600%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图示指标 也达到了在突破前数周内有一个很长的盘整期 突破周价格上涨至30周移动平均线的上方 价格再次低于门槛价15美元 这里有内部购买 而且已发行股票的数量很少 杰西在这里以3美元的价格进入 并设置了止损 风险收益比相当可观 最后杰西在这里以30美元的价格 卖出9个月获得了1500%的回报 这是超级股票的另外一个例子 杰西在他的书中列出了更多的交易实力 但我们更应该了解 让他获得如此巨大收益的交易策略 那咱们就来一起看看 从杰西的交易中我们所汲取的教训和智慧 第一点 不要听所谓的小道消息或者投资建议 二远离日间交易 杰西做了一个很好的类比 他说日间交易就像在亚鲁基前减硬币 这可不是个很愉快的事情 超过90%的日间交易者都是失败的 三让你的盈利奔跑 许多初学者热衷于尽早获利 以体验正确的感觉 但请记住 游戏并不是关于正确 而是关于你在正确时赚了多少钱 错误时你亏了多少钱 四仅用周图表和月图表进行技术分析 它们比较短的时间框架更加可靠 第五点 只买个股 因为一般只有在个股中才存在有利的风险回报比 六 不要过度的多样化 杰西说研究那些可以让你获得持续优势的精选股票 我们总结一下 杰西·史坦恩用他的方法来证明 通过正确的交易是可以获得财富自由的 这本书有280页 详细介绍了他所有达到超级表现的交易 我看的这个版本是2016年版的 与现在的市场状况非常贴合 读起来很有实战感 而且轻松有趣 物容之一是五颗星的强烈推荐等级 适合想要成为自己的投资经理的 每一个你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呀